整篇故事開始之前 先來個短篇要看完喔 唉 好想認真交個伴侶 要結婚了那種 我就直說了 要約嗎? 你是我的菜 我好會按摩 你接受性愛分離嗎? 敢不敢衝一籃啦 結果交友軟體上都是約炮訊息 真的很困擾欸 啊~~ 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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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外貌協會 草驗 嗯 真的啊 你們沒辦法 那就 喔 你是誰? 我是交友軟體Sweet Dream 我的專長是過濾 打退各種玩咖 只留下想認真找交友對象的異性喔 是是是什麼 我又沒叫你過濾 你憑什麼過濾的 在注冊Sweet Dream時 會填寫較詳細的資料 還特別涉及了提問功能 讓用戶可以在深入認識彼此之前 加速找到相同價值觀的人喔 厲害 這樣就配對得更精準 另外 不太會聊天 和不擅長寫字界的人 注意啊 Switch Dream還可以讓AI幫你自我介紹 讓AI自動生成有趣的字界 可以選擇口吻語氣 讓字界變得更生動活潑 而且聊天時也可透過AI幫忙找話題 不會再不知道要聊什麼啦 根本哀人的福音 找不到話題或是尬聊的時候 可以讓AI推你一把 讓你更有信心 戰勝內心的恐懼 快去下載Switch Dream 尋找認真的另一半 即日起到11月30日 輸入On Your Man 可想免費三天VIP 快來免費下載吧 哼 終於不用再遇到 只笑想我肉體的傢伙了 哈囉 大家好 因為我這個人開車非常容易累 頭痛 所以我去工作都是搭計程車 不管Line Taxi Uber 173轎車 我的擁抱 遇到的司機也是千奇百怪 今天就來分享我遇到的 各種奇葩司機 還有網友投稿的搭車奇葩事 那麼我還是前沿備註一下 本篇並非攻擊計程車這個行業 我用APP轎車遇到的司機 大部分都很專業 以下提及的是 數十次搭車中遇到的奇葩司機 就像我整理健身房的怪人 但健身房不是全都是怪人 那麼故事開始囉 人生第一次的計程車體驗 我人生中第一次搭的計程車是在國二 那時候我們適合國中生藍車要去電影院 看設計齁 就是男生把 我們遇到狂開黃槍五置金的司機 它那個用池之肉骨 是正常人完全笑不出來了 已經是第一次了 但國中生聽到信就是笑爆發 後來到了的時候 趕快下車 警察來抓了 是嗎 我們所有人用跑的衝下車 下車後他開走 完全沒看到警察 我只覺得 這個人整個精神都很怪 一下髒話 一下黃槍 一下騙人 不懂 第二位司機 後來看完電影 要回家時 晚上9點我們又攔了一台計程車 蛤 你們是國三啊 長很高欸 喔 我們國二啦 哈哈 中山國中很棒啊 我侄子也是讀那裡 風氣不錯啊 這司機真斯文 我想找上那個怪裡怪氣的 司機大哥多少錢啊 加250喔 讀書加油 謝謝司機 掰掰 掰掰 你們加了多少錢啊 250 從火車站到家裡7分鐘收250 你們被坑了啦 這樣頂多100啦 喔 原來司機跟我們有說有笑 但看我們是國中生土包子 所以該坑的還是要坑 最後還笑著跟我們揮手道別 我們簡直被當成傻逼了 那時我真的覺得大人好噁心 混蛋 我們的250 總之第一次搭計程車 就遇到兩個怪司機 從那時我對計程車印象就很不好 怎麼會對雞巴人咧 是直到長大叫車 才發現正常的司機其實很多 用藍車的比較堵 最好用APP叫 尤其是女生 接下來分享幾種常見的怪司機 不開導航的司機 我要到中山路580巷6號 不開導航 憑經驗開車 但依我的經驗 很多不開導航的還真的有一手 厲害 到處繞小路 最後比導航還快到 簡直萬華地頭捨 但我也遇過這種 請問這裡是要轉了嗎 還沒 還有三個紅綠燈 是這裡嗎 這裡轉嗎 還沒 還有一個 大哥你自己開導航比較快吧 聊天司機 搭計程車的時候 大家其實都是想利用空檔好好休息 所以最怕遇到愛聊天的司機 在最怕遇到的司機排行榜中 硬要聊天 絕對是第一名 欸 你們是學生喔 讀哪裡啊 喔 情義 你們有考慮買房嗎 現在年輕人有沒有在存錢啊 喔 沒有啊 我的房子啊 10年前買的沒貸款直接全額付 這台Raw4也是全額買的啦 哇 好厲害喔 你剛問買房是為了帶出到全額買房嗎 我也是開心去的啦 就是退休無聊啦 接下來他開始講他的人生經歷 我以前在美國讀軍校第一名畢業的啦 後來畢業去當總統的隨身保鏢 我第三個小孩在美國當FBI啊 這個人 有毛病 歐老婆在國外當模特兒啊 常常都在國外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啦 給你看照片啦 哇 真的有照片 但不是合照 在Google抓的吧 其實我有考很多證照啦 我還是寵物美容師耶 那你該不會會開飛機吧 會啊 飛一閃啊 水上摩托我也會餒 太屌了 隨便講一個職業他都會 後來他還說他是館長的教練 有學六種語言 我努力想從他唬爛的所有事中 找到一個可能是實話誇大的 但每個都太唬爛了 啊你們年輕人有脫腸禁國嗎 哼 遇到一個講話非常沒有底線 探人隱私 還各種吹牛的司機 奇葩 像我 如果司機一直找我聊天 我就會戴上耳機示意我要休息了 真滴不想對話 超臭車 每次進計程車都像在開盲盒 有時進去 乾淨的行車味 農到有點妥韻的芳香忌味 有些年輕司機會放潮香 我最怕的就是人的油垢味 車椅感覺多年沒清潔 人感覺也很久沒洗澡 一股悶悶的人味 尤其有些不開冷氣的 那味道更加明顯 這20分鐘的車程跟酷刑差不多 頭暈想吐 我都懷疑司機是不是以車為家 每次坐到這種車子 我都不太敢靠椅背 怕幾百個客人坐過從沒清過啊 紅燈極限載 每個司機對於紅燈的反應可是大有不同 有人看到黃燈就放慢停 有人看到紅燈 加速衝過去 我遇過一個司機不斷挑戰極限 哇靠 紅燈已經0.5秒太衝 哇靠 紅燈0.8秒太衝 紅燈1秒太衝 還追加喇叭聲 太專業了吧 簡直是拿命在做極限測試 太扯了 不熟路的司機 剩9分鐘 再密一下好了 靠北轉個彎變成13分鐘了 到了 司機還裝沒事 XX的 不誠實 還有一次我不小心睡著了 到囉 280對嗎 不好意思算你230就好了 我剛剛走錯一條路 哇這個司機真誠實 天使啊 我睡得那麼香 他完全可以裝死的 路邊攔的雞巴車 我很怕路邊直接攔車 因為攔到一些上述雞巴人的機率比較高 常常上車要嘛很臭 要嘛啞巴不講話 要嘛飆車 有一次我上車還聞到一股檳榔味 前座還有塑膠杯裝檳榔 地獄 通常我都用各大平台叫車 經過篩選後 遇到雞巴人的機率比較低 沒錯 你們覺得我要業配了嗎 沒有啦 騙你的 不只叫車 有些火車站 高鐵站的排班車 我也覺得蠻有素質的 我只要出站 都堅持搭車隊的排班車 相對品質比較不會踩雷 而且必定有電子支付 但說到排班計程車 有些車站沒在管控 素質爛得像大便 常搭的一定知道我在講哪裡 有時候看過去第一台車超髒超舊 而且車窗也拉下來 代表他沒開冷氣 通常舊車態度也比較極白 屢勢不爽 然後排班計程車 你也不能挑第二台搭 一定要照他的順序 真想跟後面的人說 先讓給你搭吧 我不擠 或是使出忍術 尿盾 跑去後面重排術 有一次我忘記帶現金 走上第一台車問 請問有LinePay嗎 喔不好意思 我沒帶現金 那我下車 我覺得你他媽的就講個話會死 還是你真的是啞巴 後來走到第二台 司機用一樣的態度揮手 你們的態度是講好的嗎 難道沒辦法行使人類基本的禮儀嗎 用畫的真的很難呈現那個擊掰感 所以我才用拍的 教你只用後腦勺跟手 就可以讓人很不爽 還有這種情況 你好我要到中東路80巷458號 謝謝 司機對我的這句話毫無反應 導航也沒開 就直接開車 我都不知道他聽到你 他對路有這麼熟嗎 也沒跟我附送一次 啊聽錯路 你負責喔 而屢勢不爽 只有路邊攔 或沒在管制的排班車 才會當啞巴 我用轎車的 目前95%都會講話 對了有一次我還在桃園車站 看到司機開著門 腳放外面開車 真的很猛 這行業真的很多老鼠屎 當那些專業認真的司機 也常被波及啊 最近坐計程車發生一件事 印象蠻深刻的 那時候我去雲林要去拜拜 55688叫了一台計程車 大概要半小時的車程 坐了大概20分鐘 突然 噢是怎樣 司機急忙下車 一個至少80幾歲的老翁倒在地上 真的很可怕 但後來有起來 應該就擦傷而已 要去檢查一下 司機不斷安撫老翁 問他要不要去醫院 但老翁應該嚇到了 就說 便啦便啦 其實我坐在車上 我很明確的知道 司機沒擊殺 就好好的開而已 又是後面撞前面 應該是老翁的問題居多了 而且我們一直問老翁要不要報警 老翁一直說便啦便啦 那旁邊店家也說要不要報警 車都撞到了 所以我在想 他可能沒駕照 這才對 但司機從頭到尾一聲抱怨都沒有 而且他還掏了錢鈔要給老翁 司機說他要留下來處理 沒辦法載我們 我就說 那截一下 後面跳到380 我給你吧 然後司機就說 不用不用 已經耽誤到你們時間了 完全不用 然後就按下現金支付 沒有收錢就走了 好帥 我跟他在那邊拉扯了三遍 他就是不收 我說我也不缺這300多 你都要給老翁錢了 就拿你該拿的油錢 他就堅持 因為浪費到我們時間 所以不收 我說不然去零投給你300 油錢就好 他還是不收 所以這趟他不僅坐白宮 是對方的錯還沒抱怨半居 還給對方錢 而且老翁也不想報警 我看司機當下也沒報警 雖然這不是好的示範 但誰都知道報警一定對計程車有利 其實他可以收他該收的錢 對於車禍做對自己最有利的處理 他可以省滿多錢的 我只從司機身上看到三個字 善良 而且旁邊的路邊攤店家 還有路人都跑過來幫忙 因為老翁機車發不動了 路人還騎車去找機車行師傅過來 我真的覺得這是我今年看過 台灣最美的風景 台灣人真的善良 雖然這天真的耽誤我很多時間 但看到這種景象 我的心情是好的 而且也沒什麼大礙 有時在網路上真的吸收太多負能量 到現實中才知道 台灣人真的本性是善良 以上狀況都是我在場時的進度 後面有沒有報警 有沒有給錢 我都不知道 這邊是我用文字整理的心得 怕全講完脫太長 希望老翁跟司機後續 都有處理好 雖然我前面講很多雞巴司機 但好司機也非常非常多的啦 那麼今天先分享到這 下集再分享更多奇葩司機 另外我翻唱了之前 一起在KTV唱歌的好捧捧 秋君的運轉人生 這首歌描述運降的跑車人生 難題與抉擇 大家可以去第二頻道聽喔 粉絲投稿bonus 最後也來分享一下 IG網友投稿遇到的搭車奇葩事 大唱台語歌曲 唱到辣妹駕到的時候 還叫我一起唱 一起唱 辣妹駕到 真是一人司機啊 有一次搭計程車 司機問我們要不要看他的狗 然後從懷裡出現一隻小狗 聽起來很療癒但有點危險 開車開到一半 突然賣起自製香皂 你要買我豬的香皂嗎 宣布天然身份 對皮膚溫和無刺激 一組一百一射 你一百幾個冤架 車上很多香包跟掛石 冷氣開到最強 像到頭暈冷的那種 皺很懂 但總比臭刀不行的好 一上車司機就播放法師送金 一整路超安靜 感覺自己要被超渡了 路上藍車 一上車整車都垃圾跟堆積物 司機應該是駐車上 司機大哥左手轉方向盤 右手轉佛珠 真是虔誠的高手 天氣很熱 不開冷氣 狂流汗 還有尿味 司機還慢慢開 為什麼會有尿味 是車上有尿壺嗎 跟司機說在捷運原山站下車 司機載我到劍潭 並說都是捷運站沒差啦 最好是沒差啦 兩邊走路要25分鐘 最後提醒快去敘述欄出下載Swiss Ring 輸入On and Man 免費三天VIP 找尋認真的對象就來這裡唷